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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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下看这球 并没有越位的情况下 Nudiev 这一击射门呢 其实打得太正了一些 先看一下这一球 大点起跳射门 不过可惜啊 这个射门太正了一点 第一样是油啊 但是 角度上没有办法拿出来 看这一球 我们到第二次 手上直接射门了 折起右脚射门 打在右边的门柱上面 可惜啊 看一下这次的编住 起右脚 掉中的情况下 头吹 可惜 曾庆轩 自己也很懊恼啊 没有办法直接打这一球 一球老门 放一杯 我觉得非常漂亮 后来一下 落过去 起脚射门 哎呀可惜 因为这一次 算是蛮有耐心的 打下最中的一个 压迫的情况下 起右脚 阿贝斯卡 撞到中路 起脚射门 GO 这一球进了 这就是 看到杭源一路以来 这个赛器啊 大范围转移之后 一个支点的情况下 顶回来 交给了 馮又威取得进球 下半场 杭源 先改变了比赛的比分 先1比0 暂时领先了台湾中游 这一球 右脚射门 没有问题 可以看到 杭源这一次啊 这种优手转弓的情况下 做得是非常非常的好 芳力鹏 帮助杭源 扩大领先优势 锁定胜局 帮助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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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 如果这一次看到这一球 箭了 中游 在90分钟的情况下 取得一球 比赛还没有结束啊 所以看到 杭源一个闪失 就让中游 又把这个机会 又缩小到 这一球的一个差距 观察一下 队友之后啊 选择自己打球 带到前场去 大家往前送的情况下 阿维斯卡 火锥之后啊 帮助杭源 把球权拿下起 正对什么 在这四点五次结束 这次败犯 没错 民棋的全场比赛 结束了哨声中场 今天这场比赛 帮助杭源 KFC最后啊 是2比1的比分 一起败的台湾中游 跟着看 这场比赛